好,那么我们接下来要聊一聊 如何将情商融入到销售实战当中 做到事半功倍呢 现在培训公司关于产品知识的培训有非常多 但是在情商方面的培训却少之又少 本书的作者柯林斯坦利根据自己多年的销售经验 很巧妙的将情商的概念结合到销售的实际案例当中 讲述了如何可以去开发更多的客户资源 如何提高客户的好感度 如何提高成交力 如何提高咨询客户的技巧 如何顺利搞定对方能拍满的人 如何提升溢价能力 从而去提升自己的销售软实力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来重点聊聊这几个方面 第一,从客户心理层面上来说 具备延迟满足的情商销售人员 更容易成功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米歇尔教授 曾经做过一个著名的棉花糖实验 邀请了600多名4到6岁的儿童 接受了测试 桌上放有一个棉花糖 或者是奥利奥饼干 椒盐脆饼等等 小朋友可以自己去选择立刻吃掉 或者是等一会再吃 如果等一会再吃 就可以得到双倍的奖赏 有一部分的孩子就选择了马上吃掉 而另一部分孩子会耐心的等待 这个实验并没有结束 而是延续了整整14年 14年之后 那些愿意等待的孩子 在美国高考当中 比那些没有耐心等待的孩子分数 要高出整整210分 不光如此 研究还发现 这些愿意等待的孩子 有更好的社交能力和个人成就 这就是一种名叫 延迟满足的情商能力 那这个到底跟咱们的销售 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们来举这样的例子 前不久 我在商店里面看到一样东西 专柜的人员就很有兴趣的去介绍 我对这个产品也是很有兴趣的 但是当时我有点饿了 所以我就说 我先去吃一个饭再回来 这个时候那个专柜人员 马上就拉下脸 很不高兴的走开了 等我吃完东西回来以后 我就没有去选择 这个给我脸色看的销售员 而向另外一个销售人员 购买了产品 我们在生活当中 应该会发现不少这样的例子 很多销售人员 在客人来的时候 非常热情 但是当客人说 我要先考虑一下 他就马上转身 不管这个客人了 素不知 这样会损失很多成交的可能 不少销售员无法忍受等待 他们要现在立刻马上看到成果 就像棉花糖实验里的孩子一样 追求即时满足 我想要吃 而且现在就要吃 从而就过早的放弃了 开发客户的努力 其实很多时候销售成果 是在耐心的多接触几次以后 才能够达成的 只有具备延迟满足 这种情商技能的销售员 才会抽出更多的时间 和客户进行沟通接触 最终也能取得销售成果 第二个 从目标客户拓展角度来看 延迟满足这种情商技能的具体应用 是怎么用的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 那就是你要在有余的地方去钓鱼 我有一个女性朋友一直单身 她就想找一个优质的男青年 但是她每周去参加活动 都是一些心理瑜伽类的活动 来的人都是青色的女生 她自身的条件还不错 但是到现在依旧没有动静 不是她挑剔 是因为她根本就见不到什么异性 我们的业余时间本来就不多 如果还选择错了圈子 那么脱离单身的可能性 就变得非常小了 同样的 做销售也是一样 如果都在没有目标客户的地方努力 再努力也是白搭 因为你没有办法 在没有鱼的鱼塘上钓上鱼 话说一个奢侈品的销售人员 他就选择了发传单的这种推广方式 的确 这个买奢侈品的人也会走路 但问题是顾客通过路上发传单 去买奢侈品的几率有多高呢 所以在广告公司做方案的时候 通常就会先描绘出目标顾客的画像 目标顾客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群 年龄有多大 什么状态 喜欢去什么样地方 喜欢参加什么样的活动 喜欢什么样的购买方式等等 这样你就知道应该去哪里 去找到你的目标顾客了 如果你的目标顾客根本就不会走这段路 也根本不会通过传单的方式来购物 那么这就是一个无效的策略 你需要找到那个更有效的方案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要花时间认真的去分析一下 要钓的鱼到底在哪里 或者花时间去找到目标客户在哪里 花时间跟客户进行沟通 接触 这需要一个非常长的过程 但是有了延迟满足这个情商技能 销售员才会花更多的时间去分析 去和客户进行沟通接触 最后也能取得销售的成功 第三我们从客户维护的角度来看 延迟满足这种情商技能的具体应用 我们跟客户的关系是需要维护的 人与人之间是有一个关系账户在的 如果你平常不加维护 需要对方的时候才临时向对方提出要求 就会让对方觉得反感 所以你要在平时就积累你的人脉 往你的关系账户里面存钱 那具体怎么积累呢 人的心里总是有一种互惠的原则 也就是你给我一点好处 我也会回馈你一点好处 同样的我们也要给目标顾客 他所需要的东西 如果说你能够从他的角度去帮助他 关注到他感兴趣的资料 他的感兴趣的数据 或者他觉得有价值东西 那么这一切就符合了互惠原则 那么他也会在适当的时候给你回馈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花时间认真的与顾客进行沟通 接触 经常做维护 然后维护好跟顾客的关系 这个过程 延迟满足 也能够帮助我们进行长效的沟通 最终和顾客保持良好的关系 一边 我们将海里来 给但是我们接触 温应连